今年福建特别的冷 今天就做一锅热气腾的福建老酒包猪蹄 来温补一下我这稀肉的身体 花了90块钱买了猪蹄和猪腿肉 我这里市场单独买猪蹄会更贵 猪蹄连着猪腿肉一起买能便宜2块钱 所以体跟肉一起买更划算 冬天冷用温水洗肉不油腻 再用刀刮去表皮的乌过 包好再用清水洗两遍 洗干净沥干水放入冷水锅里 倒入一勺料酒 放入几片姜片切形 然后大火把它煮开 水开煮30秒即可捞起 还是放入温水里清洗 把脏东西清洗干净 洗干净沥干水放入砂锅里 倒入一小勺盐调味 然后切几片姜片 再准备一大碗福建老酒 这种老酒其实是黄酒 有纯冬米和红裙晾造出来的 我这里女人做业子常喝这种老酒 具有温补的作用 这酒有三十几度 把姜片放入砂锅里倒入福建老酒 老酒与猪蹄齐瓶即可 盖上盖子包四个小时 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 可以用高压锅包 时间到 哇,真的好香 满屋子飘香 老酒的颜色变浅了 猪蹄也软落了 把它盛碗里方便食用 不见老酒包猪蹄做好了 满满的酒的纯香味 猪蹄软肉入味 汤汁用来拌饭吃开胃下饭 猪蹄用来下饭营养又美味 尝试具有温补的作用 酒在包的过程中酒精已经灰花了 所以孩子也可以吃 我们可以把它放冰箱做成猪蹄洞 像果冻一样QQ弹弹的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福建老酒包猪蹄做好了 非常的香,香喷喷的 我先吃饭了哈 你们吃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